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队团宗呈现的效果极然不同 大湾仔的夜二充满注水严重 心意和诚意不足 哥哥们容易缺少火花 而乐队的海边笑点和泪脸齐飞 姐姐们在一起玩配合 节目组带给人很多惊喜 三 在众人的期待中 乐队的海边正式与观众见面 77分钟的内容全程无尿点 有笑有泪 但也不缺少价值观的输出 六位好姐妹全情投入 各展所长 节目整体内容就很有趣 乐队的海边首播后惊喜不断 网友们也都是清一色的五星好评 《浪姐皮革2》等系列节目 推出了不少的衍生综艺节目 但不得不说啊 姐姐的爱乐之城 也是最配得上团宗这个称号的 只是她与浪姐节目一脉相承 而且需要把真正的音乐 融合到旅途当中 乐队的海边 让小编似乎找到了 也姐姐的爱乐之城的一些影子 这其中啊有女性的态度 有音乐故事的分享 当然也有自己自足的乐趣 乐队的海边节目之所以 兼具爆款的钳制 小编觉得得益于 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 节目有正向价值观输出 乐队的海边邀请了 余恩文 郑秀妍 赵梦 刘晓庆 张力和张天爱六人 一起到海边 亲手制作美食招待顾客 但又通过自己的双手赚取双倍 进而实现了大家的旅行心愿 相较于星星的约定和大湾仔的夜 乐队的海边是以餐厅营业为栏本的 大家经营餐厅的过程确实很辛苦 一起从零开始 第一次适应业就状态不断 这个过程也很容易看到 嘉宾们的反思和总结 乐队的海边的主题就是 认真工作好好生活 参与录制的嘉宾最好都是女性角色 而且节目的主题 取满满的正能量 六位姐姐用行动完美的呈现了主题内容 其次六位嘉宾都是宝藏女孩 乐队的海边节目组很会选嘉宾 余文文 郑秀妍 张力 在浪己三中就是一个团队的好姐妹 而赵梦留恋和张天爱等人 也都和余文文等人关系要好 所以六个人的组合在一起 完全没有什么陌生感 彼此的化学反应很强烈 余文文成了团队的领导者 做事情很干练 对于团队赵梦厨艺不错 喜欢默默放儿张力 和郑秀妍则负责门面 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张天爱 目前做着充足的准备工作 且购买时能和阿姨讨价还价 绝对安利菜品 上着厅堂下着厨房 彻底撕掉了花瓶的标签 六位姐姐分工明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 大家有啥说啥 不藏着掖着 因为语言的沟通问题 郑秀妍没有做好服务工作 自己也委屈的哭了 夜旁的张力早早地地上纸巾 宇文文张天爱等姐妹 引用优抱来安慰她 虽然市营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大家都能够坐在一起 心平气和地进行总结 团队氛围感太棒了 再次 节目形式和彩排剪辑 乐队的海边融合了乐队 旅行美食等多种真人秀元素 对于姐姐们来说挑战很大 而对于观众来说 节目形式的新颖看点也变得更多了 节目整体的剪辑流畅 节奏不拖沓 综艺感明显要好过浪几三 张天爱留恋直接把张力的行李箱 当菜箱来进货 张力 叫郑秀妍说 欢迎光临直接把郑秀妍带跑偏了 张力一个晚上都在找银子 笨蛋美女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 姐姐们制作的菜品都有自己的专属名字 爱妮妮 孟婆 罗宋汤 瞎胡闹等谐音梗 接在他们身上都被搞晕了 而店里的饮品都用浪净三中舞台的名字 包括家人 你的样子 爱像一首歌 恼人的秋风等满满的回忆杀 六个人的智慧在这张电影票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最后 LIF演唱秀拉满期待值 乐队的海边 除了要经营额外的餐厅外 六位姐姐们还要给来餐厅用餐的海边的顾客 带来五种主题乐队LIF秀 美食和音乐满满的治愈感 浪几三中大家的演技提升能够得到提升 彼此的舞台默契度也非常高 五场主题秀LIF秀也是对他们此前台前学习成果的一次目的考试 节目首期虽然没有播出乐队LIF秀的内容 但彩排环节的已经是拉马的期待值 首场乐队LIF大秀就会演唱孙燕斯的第一天告舞人的唯一等 大家排练时就会和声就非常不同 而浪几三的主题曲大家乘风破浪的和声带有点非常抓人 而浪几三的主题曲乘风也会出现在LIF秀上 光看预告已经让人有些感动了 正式的演出想必有是一波回忆沙 总的来说乐队的海边是一档诚意满满的节目 内容策划紧急嘉宾选择是和剧本一点都没有节目惊喜的 效忠有之类综艺效果和价值传达的六组 六位姐姐合体带来满满的惊喜 照这样的标准走下去 乐队的海边将成为芒果的又一档爆款团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敬请关注哦